在日本第一代出国的人 你在美国最末流的商店面前 就想半天走掉了 买不起 其实是很便宜 但这个时间终于过掉了 我们现在有点太过分 东北话叫做LV 这个LV我全拿走了 这杨人下坏没有这样买包的 你到纽约57街第五大到最贵的 什么Tiffany Tiffany是在美国人 甚至你如果中学上学大学上学 年轻人里谁在这里会被人看不起 可Tiffany里面 现在都要专门陪中国的营业员 LV店里都有中国营业员 零上前来一口北京话